哈囉 大家好 我是Cara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這幾個月的近期愛用品 一樣有吃的 保養 化妝品 然後精品 那我們就費話不多說趕快開始吧 第一個呢 是我已經回購非常多包的田卡莉 它是華原甜卡莉 然後這個東西啊 我應該是在便利超商就買到了 然後全聯那類的也有在賣 它是一包就是那種大包裝 然後裡面有夾鏈袋這樣子 所以它其實就是不用一口氣吃完 這件事我覺得很方便 然後它裡面 是長這樣子 然後呢我覺得這東西 我先吃一個 我覺得它很像是 嗯...台式的米果 然後有一點類似旺旺仙貝 然後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吃過那種 一片圓圓的餅乾 然後上面有白色的霜 那個叫做什麼啊 雪仙貝嗎 反正吃起來就是類似那樣子的東西 然後它是這樣做一根根粗粗的 外面有糖分 所以它吃起來就是那種甜甜鹹鹹的感覺 我必須說它這個東西它不是一吃你就會覺得 天啊超好吃 它不是這種路線 它是你一吃就覺得喔還不錯 可是越吃就會越帥脆 然後你吃完了 一包之後呢 你就會想說 欸看到的時候想說 欸好像可以再買一包 所以這個 我跟我老公應該已經回購兩三次以上了 因為他超愛這個 他就是超愛就是 台式那種雪仙貝 旺旺仙貝這種東西 這真的超好吃的 然後超酥 然後我很喜歡就是它外面有撒一點糖分 所以就是你想吃一點鹹 又想吃一點甜的時候 餅乾有時候沒辦法綜合你的需求 我覺得這甜卡利真的超好吃 而且它還蠻容易買到的 再來是GHD的離子夾 然後GHD的就是他們的電器類商品 我還是陸續收到真的超級超級無敵 我是真的最推最推他們家 就是最經典標準那個離子夾 我覺得它是最好用的 可是我其實蠻久之前就入手 他們家這個無限離子夾 我那時候用的時候我就覺得 欸好像還好 可是我發現它我那麼最近會那麼愛 是因為它出門 真的超方便 然後因為我頭髮現在不是剪比較短嗎 所以我覺得我的頭髮就是可能 我在外面的時候我會突然覺得 欸看我頭髮好像有點小小不順眼 因為我對我的髮型就是 比較偏吹毛求疵 然後這時候無限的真的超好用 我就超輕輕自己有買了這支無限的 它的體積啊 我覺得非常的輕巧 你們看我一個手長大 它大概就是兩個手長的寬度 然後這邊它的開關 這樣打開 它就超快速加熱 然後它在加熱的時候這邊就是會 閃爍 然後加熱好之後它就會有提示引說 已經加熱好就可以使用了 我們等一下 這樣子就好了 然後我覺得小支的老實說 它用起來使用感受也是非常好 不過它跟就是它們最經典大小的那個寬度 比起來差蠻多的 你看裡面 它的這個怎麼講 這個地方比較短 寬度也比較窄 不過它就是外出 真的真的很方便 我不覺得現在市面上有任何一支外出的離子夾 可以比GHD的好用 然後你看我現在這一撮 其實 就不好看 就直直的 我就可以把它夾得很彎 而且它只要輕輕的 合上就好了 你們看 彎度馬上就出來了 小支的我最近愛用 是因為我覺得它出門戴真的太方便 就是 我說出門現在可能來不及用頭髮的時候 我就不用那麼驚慌 因為我就可以小支的這樣直接拿著就帶走 然後它就是一個電源鍵而已 這樣就關起來了 然後它會附一個這樣子的隨身攜帶的包包 這真的很方便 再來是這個蘭蔻的玫瑰眼霜 不得不先誇獎一下我自己 一直搖眼周附近的肌膚保養的真的都還不錯 因為我覺得女生們現在基本上就是很會打扮啊 很會保養自己沒錯 可是其實眼周附近的肌膚真的很顯年齡 然後我就很害怕很害怕 就是笑起來就是 你們知道嗎 這邊一坨魚尾紋 我覺得還蠻可怕的 應該是過了30之後我都蠻care眼霜這件事情的 這次的眼霜是升級版的 它裡面有添加蘭蔻獨家培育的四季玫瑰 然後有50倍濃縮永生修護精翠配方 加咖啡因加七葉樹萃去 這一連串聽起來是不是就非常厲害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裡面的質地 質地 超級無敵滑順 它很滋潤但是完全不會油膩 然後因為它很滑很好推 完全不會有拉到肌膚的感覺 所以我都會在塗抹眼霜的時候 就順便用手部啊 稍微做一些簡單的按摩 幫眼睛附近就是稍微循環一下 因為我自己眼霜我通常都是在睡前擦嘛 那我覺得睡覺前其實 因為我們都用很多3C啊 然後像我有近視帶眼睛嘛 所以其實就是你用手部這樣子 稍微幫眼睛附近舒緩一下 其實真的真的很舒服 那它的滋潤效果對我來說很剛好 就是它很豐潤可是它不會油膩 那你長時間使用下來 我覺得大概兩個禮拜下來吧 就是你眼周附近的膨潤度啊滋潤度 其實蠻明顯會有改善的 然後像我眼下其實 我自己覺得我眼周附近的問題是 眼下有一些些小細紋跟眼尾已經開始有一點點小細紋了嘛 那你認真用下來其實它那個撫平 細紋的效果是真的有的 眼霜這種東西就是你要認真用 天天用 你不要135用246不用這樣 因為其實它真的很輕盈 所以它是可以天天用的 那我自己用下來的話 也眼周完全沒有長肉芽的情形 那女生們 眼周附近的肌膚真的會透露你的年齡 所以如果你現在真的只是可能25歲上下 其實我覺得已經可以開始包揚眼周肌膚了 就是你把那個眼周附近的狀態hold住 就真的很重要 而不要說已經可能超慘烈的 你在塗那效果可能就有限 我自己是比較覺得你可以提前把狀態hold住 就是希望可以一直把狀態hold在現在這樣 看不出來年齡的感覺 那講到玫瑰霜另外一個 我個人覺得一定要搭配一起使用的就是 蘭蔻他們的玫瑰乳霜 我觀望超久 很好用 我只能說相見很晚 那它的這個玫瑰味也是 我覺得應該沒有人會不喜歡 很舒服很療癒 然後它的乳霜的味道跟眼霜的味道 是有不一樣的 可是都是非常好聞的玫瑰味 玫瑰空琴你們一定要去試看看 因為它真的 就是你睡前可以這樣抹一點這樣香香的 然後真的反正很舒服就對了 那我自己的話我也是選擇會在睡前的時候會用這一罐 那我在使用它因為它的質地也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一系列的質地可以做到這麼滋潤 但是它同時又輕盈並且非常的滑順 我示範質地給你們看 這是玫瑰乳霜 它還是一化開馬上就水掉的感覺 那隔天起床啊我整個臉 就是因為我都是我自己覺得現在我擦這種乳霜 我會比較喜歡就是邊擦然後邊按邊擦 然後幫臉就是稍微排個毒啊 然後稍微做一下拉梯 晚上擦完這罐早上起床 我會覺得我的肌膚狀態 就是感覺有變好滿多的 因為你會覺得你的臉的那種狀態啊 氣色看起來很好比較膨潤然後很飽水的感覺 那因為他們這個玫瑰系列其實是蘭蔻的頂級保養系列嘛 那我覺得大家可能對聽到頂級保養 這四個字就會覺得好像有點遙不可及 或者是說它會不會很滋潤會不會不適合我 現在可能比較偏年輕一點的肌膚 那我自己覺得這一個系列啊 因為我當時也會想說它會不會用起來太過於滋潤 太過於負擔 可是這個玫瑰霜跟玫瑰眼霜用起來真的就是 我自己覺得好舒服 就是它質地我剛剛提過了 滋潤但是很輕透 而且它真的真的超好推開 然後吸收的也很快 如果你的預算是有高一點想要找這種頂級保養的乳霜啊眼霜 對於你的膚質訴求是想要平滑膚質 然後讓你的臉看比較膨潤 那保濕度當然這不在畫像啊 保濕度也非常好 而且我自己最推是我覺得它可以按摩 因為它真的超滑超滑 並不是每罐乳霜都可以按摩嘛 它就是可以這樣按摩按摩 我覺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療癒 因為它的香味真的是 玫瑰控 女生們你們可以沖一下 這一罐我真的真的最近 眼霜跟乳霜我真的超級喜歡 推薦給你們 好再來是這個Charlotte Tilbury新出的Pillow Talk打亮 那我自己其實現在真的很愛很愛他們家的打亮 就另外一盤四色的 我把照片放在這邊 然後因為它有時候有點大盤 所以其實我覺得收納啊 或者是你要帶出去的時候是有點小不方便 那我覺得這四個色完全就是那一盤的感覺 因為其實你們這樣仔細看它是有四個顏色的嘛 我來刷一下色 這四個色刷起來是這樣子 就是它的飽和度很高 閃度又夠 那因為我剛剛刷在手上 所以它的飽和度會比較高 那其實它這四個色啊 是可以分開用的 因為你看它這個就是像 最一般的那種香檳精 這個是粉色 我覺得這完全可以當腮紅 然後這是有點browser的顏色 你可以當那種 就有些人不是腮紅喜歡刷在這一塊嗎 就比較歐美few的可以用這個顏色 然後旁邊這個就是 玫瑰金的顏色 這個小小的 然後它有很多功能 然後裡面還有帶一個鏡子 我覺得我超喜歡 因為我一直都很愛Charlotte Tilbury他們家的打亮 我覺得他們家打亮就是 細緻又閃度又夠 但它又不會說太誇張 但是你沒有上打亮 真的整個人的感覺 本人會差很多 那因為相機可能真的太亮了 看得到嗎 眼睛底下有東西 這樣應該夠近了吧 夠近了吧 你看 浮礦是不是真的很好 自己稱讚 反正這個打亮是我最近買的 然後覺得超級喜歡 我就每次出門都是它這一塊 好再來是一個卸妝產品 Bephesda他們家的卸妝棉 那他們家卸妝棉我真的用了N包了吧 這只是我就是隨便浴室抓的 就是冰山一角 因為他們家卸妝棉真的很好用 因為我呢其實已經蠻長一段時間 其實之前好幾年我已經完全就是沒有在用卸妝棉了 因為我都對卸妝棉有一些比較可能 可把印象覺得它卸起來不乾淨啊 或者是 會導致膚況比較不好吧 但是我覺得他們家真的很好用 所以就 迷上了它其實它真的很方便 我就可以把我手上剛剛那個 打亮的試色擦掉 然後它是這樣開關式的嘛 然後這個地方它的這個開關啊 都會做得很緊 它不會說不緊 所以它用到最後一張 你的卸妝棉都還會是濕的 這件事情就非常值得表揚 然後這樣蓋起來 然後一張卸妝棉的大小 我覺得跟衛生紙的大小差不多吧 然後呢我平常用的話我就是會這樣 變成四分之一四分之一這樣用 它真的很好卸喔 你們看這是剛剛的那個打亮 你們看基本上一卸 就完全乾淨到不行 顏色在這上面 然後卸妝棉我超愛用的原因 是因為我真的覺得它夠濕 所以它不會有拉扯肌膚的感覺 那我自己使用的習慣是 我會用第一張先把全臉卸除之後 我會再抽一張 因為那我可能眉毛啊 或者是髮際線啊 鼻翼處附近 就是想要再加強在多卸幾次的地方 我會再用第二張 那我的眼妝跟唇妝 我還是會用那個眼唇卸妝一卸 就是我自己的習慣 我不會用卸妝棉把它全部卸到底 其他彩妝部分真的很好用 最近真的發現就是我的化妝台啊 我的浴室也真的囤了好多 就是還沒丟掉的空空賞這樣 所以我發現我最近應該真的非常非常愛用它 那它應該是有分 是不是很多不同的公用系列啊 那我自己都是喜歡買這個藍色的 真的很好用 然後最後一個我的愛用品呢就是 愛馬仕的Kelly to go 然後這個包是我之前 我是不是什麼時候送自己的禮物啊 生小孩之前買的了嗎 好像是 然後最近我會又重新愛上它 是因為我買了一個新杯帶 然後因為我這個是 雀木色銀扣 可是因為我有另外一個concent to go 我希望他們可以共用 所以當時呢這個杯帶我還是選擇是金扣的 它換杯帶超方便 因為它本來裡面就有附一個杯帶 然後他們就是應該也是這半年來吧 出了可以換to go系列的杯帶 它金扣其實就是 這邊這樣看到嗎 其實這個扣是金色的而已 其實就是金扣贏扣你們不用太care 它背起來會比原本再短一點 我覺得更帥性更好看 然後Kelly to go就是真的超好用 它就是Kelly皮夾 然後裡面的容量是這樣 那現在基本上出門 我唯一的訴求就是想要放手機 就平常日常出門裡面 想要帶一堆大東西的時候 Kelly to go真的很好用 就放個手機 放個可能消毒的東西啊 衛生紙啊 補妝啊 然後裡面可以放錢包或者信用卡 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不用怕不夠放 它真的很好用 然後很多人會跟我敲完說 想要看Kelly to go的review 可是我覺得今天應該這樣講一講 就差不多了吧 除了胯背之外 也可以這樣側背 也可以這樣側背 超級美 所以呢 如果還在猶豫要不要下手 什麼Kelly to go啊 Consens to go 我就覺得可以買 如果問說 到底要買Consens to go 還是Kelly to go 我個人認為 就 看你想要的外型啊 因為很多人就是直迷這個Kelly 那你當然就是買Kelly嘛 那Consens to go 它的容量有稍微再大一點 但老實說也沒大多少 所以就看你喜歡 因為他們現在代購的價格 就大概差五萬塊左右 買到現在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很實用 然後又很漂亮的小包 因為我那時候是買的時候 那個這個顏色那時候還有 可是這個顏色現在應該沒有了 反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問看看 不過我覺得如果你想要入手Kelly to go的話 基本上你就是買金剛色啊 黑色、大象灰、駝色都很好看 那如果你想要跳色一點 因為現在夏天要來了嘛 其實亮色系也不錯 反正它很好用 就對了 買它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希望你們喜歡這支影片 如果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去看資訊欄 或者是留言給我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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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 還有